多空轉折 盡在盡折 台北股市今天第一件事 要跟所有朋友來做一個報告 今天呢 胎低之後 慢慢地走高 各位注意哦 这绝对有它的意思哦 你看我盡折解盘 跟別人節目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會告訴你說 到底這個盤是這樣子走呢 明天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最為可能 我不會給你兩種三種的選擇啊 什麼後面有八種可能 不會 哪一種狀況最為可能 第二個呢 你要非常清楚地去解讀這個 開低之後走高啊 特別是包含像櫃台指數也是 開低之後走高之後 最正確的意義 才能定義說右肩到底還成不成立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們今天的題目很簡單啊 今天要跟各位講說 哪一支股票漲停板 我覺得這種節目啊 你看別人的節目大概是這樣做 那我覺得那樣的節目也太浮誇了 我用這兩個字好了 浮誇來做形容啊 我不要說各那種節目是 你看看就好 或者說是所謂的這個誇張啊 那也太浮誇了 但是請各位留意啊 我今天的題目跟各位講啊 注意哦 你9400點有沒有賺錢 來哈 這裡9400點 連續11級都還維持在這個地方 而且它的確是真的有上來哦 的確是真的 如果這裡是頭肩底的狀況的話 這裡真的是我們在前一波裡面 找到的一個低點哦 我問各位一件事哦 在這個10月30號我跟各位講說 請你趕快上車 你到底有沒有真的跟上來 你看一口氣有三隻停板的價差 一口氣有三隻停板的價差 我今天的題目只跟各位講了 上一次有價差我們就賺了 那接下來呢 我跟你講一件事 右肩回穩 右邊的這個肩膀 右邊這個肩膀回穩的時候啊 你還要再賺 你還要跟著我再賺 因為呢請你記得一件事 今天既然會開低之後走高啊 代表右肩穩不穩啊 越來越穩耶 老師啊今天開低我嚇死了啊 我先告訴你一件事啊 我說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啊你有看我昨天的節目的話 我相信啊 你想要嚇到的話 困難度很高啊 我今天是來不及重播啦 但是昨天的節目 我百分之百有跟各位說 請各位留意一下下來 我說股王怎樣 還有人call in來問我呢 還有人傳真來問我說 老師我買進大力光了 而且融資買進 現在應該怎麼辦 你一直講得很準 能不能給我一個方向 那很準是他講的 不是我講的 節目上我不能講我自己準啊 有些節目怎麼在節目上 講自己準這是違法的啊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說這個各位看到 一二三 這裡比較像類似第四波啊 所以一定會有個第五波下來 所以屬於是給你看哦 一二三這裡是第四波 所以一定會有個類似第五波的東西下來 那麼因為他是股王啊 因為還有人在護盤啊 所以我昨天怎麼跟你說呢 我說一定會想辦法破這個低點 甚至呢 包含了各位看到沒有 來 包含了上一次的低點啊 都不可能還要被測試啊 果然真的也破了 是不是也破掉了啊 破了之後呢 然後看看什麼 所謂的下影線或低檔背離的訊號 今天是不是就是我跟各位 所講的情況 非常非常的類似啊 我說這個訊號出來的時候 才可以讓人家覺得 右肩是越來越穩啊 這是昨天跟各位報告的內容啊 也包含了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啊 右肩現在是亮縮啊 哎呦怎麼告訴你怎麼買呢 這個做節目像我這麼大方的沒有幾個 所以我說今天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盤試探你看了覺得很悲傷 我是越看越高興 我先告訴你 但是呢 請你不要高興的太早 我想請你不要高興的太早哦 今天呢可以請各位講 這開低走高有沒有上平盤 沒有上平盤啊 沒有上平盤所代表的是 是目前為止 由於昨天往上的美國股市 震動真的太大了 哎國際跌多少跌600點嘛 你說老師那美國股市今天強力反彈 彈600點嗎 不一定吧 可能要分兩天三天才彈得起來吧 甚至有可能再往下跌一點點 再往上彈吧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以今天的一個所謂台灣股市來說的話 包含明天的台灣股市 包含這兩三天的台灣股市 繼續做右肩整理 繼續可能出現哦 注意哦 我現在講的明天會重播啊 繼續可能出現說 開低之後 而且不會開這麼低 大概明天只有開小低 然後看看能不能翻紅再回來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明天呢 如果開小低的話 會上平盤哦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有很多事情很多人覺得很意外 所以今天開得非常低 我先告訴你一件事 你是我家族成員 剛才大力光已經告訴你了 你是我家族成員 我已經告訴你蘋果的未來了 你真的一點都不會意外 我經常講說啊 最好的新聞啊 就在你眼睛前面 最近有很多新聞啊 一大堆民調啊 一大堆數據啊 一大堆什麼 我就不要講了 政治也是這樣 股票也是這樣啊 反正總之呢 那些講法你都不要相信 相信你的眼睛 相信盡責 因為我跟你說的絕對是實話 各位來看一下 各位注意 你覺得意外嗎 郭明錡下修ISR出貨 你覺得意外嗎 注意哦 上修的也是他 下修的也是他 第一件事情啊 那以後他講什麼 你聽聽就好了 第二件事情 你要訓練自己用眼睛判斷 你說老師 怎麼用眼睛判斷 各位還記不記得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 回到一年前 鴻海122塊 回到一年前 在這個10月22號的這一天 iPhone X發表的當時啊 我當時跟各位講說 這個不行 蘋果發明這個新機哦 第一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創意 第二個非常難做啊 那這種狀況之下 我跟各位講說鴻海呢 從這一天開始 這一天還是116塊開始 請你不要買 一直碰到 到今年減支了 今年你聽到鴻海跟你講什麼 我要減支了 今年你聽到鴻海 郭台銘先生講什麼 已經很久沒有聽到 蘋果兩個字了 哪怕前天在烏鎮 他講的叫做物聯網商機 各位注意哦 我現在跟你講郭台銘的看法 或許也是我的看法哦 這個事情早就過去啊 郭台銘已經在看物聯網商機了 所以呢 一定要講出來嗎 來先講一個最簡單的股票 但是你不要先買 是不是很明顯的各位看到 那麼先鋒這種個股呢 已經回到了哪裡 你自己去查查看 已經回到了年限附近的位置啊 已經回到了年限附近的位置啊 大盤還在哪裡啊 大盤還在這麼低的位置 大力光呢 還在找低點在哪裡呢 雖然今天尾盤是往上拉 但是我認為大力光明天還會開低啊 所以各位有沒有想過啊 第一個 從郭台銘先生的看法 還有郭台銘先生 這些時間的做法 大概已經告訴你真正的未來了 那麼第二個 靖哲怎麼跟各位說的 我說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以前難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 也就是2317鴻海 去年10月22號出來iPhoneX的時候 有多少分析師 是自稱是蘋果專家 有多少主持人拿著iPhone出來跟你說 哎呀 你看我這個人臉辨識 哇照一下給你看 有沒有啊 我說啊 這些你 如果你還記得他名詞的話 千萬這輩子 不要再跟他做股票 千萬這輩子 不要再看這種名嘴 因為有些是名嘴是明星嘛 明星就算了啦 明星人家作秀的 我說你如果看不出來這個產品啊 將來不會是什麼流行的人啊 那請你千萬記得一件事 這輩子不要再跟他了 手機 上面還有個什麼 還有個劉海 記不記得啊 當時還說有劉海 哇還可以人臉辨識 哇好好喔 結果從那天開始請問一下 代表蘋果的紅海有好日子過嗎 代表蘋果的大立光有好日子過嗎 所以我說過啊 今年更慘啊 今年你什麼時候看到這些藝人啊 還有分析師喔 專門自稱蘋果的分析師 你看 裝感冒生病啊 不見啊 對不對 自稱蘋果專家的分析師 跟你講 尤其是買個iPhone X出來給你看的分析師 跟你講說 我又買了這iPhone XR沒有啊 如果連這些人都沒有的話 蘋果的生意怎麼可能會好 但是你說老師 那這樣子電子股就沒救了 錯錯錯錯錯 誰離開蘋果月圓的 誰早就已經離開蘋果了 誰加入了5G了 那個機會自然而然就大了 好不好 所以呢 等一下第二階段再來 跟各位講這件事情啦 來 我想今天呢 利空之後能夠站起來 還有兩個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 避開1600點了嘛 所以9400點還是很穩 現在呢 還是右肩 誰告訴你9400點可以進場的 我講得那麼清楚了 10月30號 軍事大國貿易戰 所以你要賣 到了10月30號的時候 請你記得一件事 要準備站在買方了 果然到窮呢 10月29號的時候 我告訴你說 軍事風險過去了 因為 這個低點是什麼 台海戰爭 這個最大 懂我意思了沒有 這個過了之後呢 蘋果的利空 第二大 或許將來還有什麼 比方微軟有利空 或誰有利空 誰有利空 但是呢這個最大利空已經出現的情況之下呢 最近只要能夠守住這裡 還有守住哪裡 守住這個點對不對 來守住技術分析裡面這個點 沒錯吧 我是不是告訴你 10月3號的時候就是這麼走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10月3號節目你一定要想辦法賣 賣完之後呢 請你注意哦 賣完之後 閃掉多少 閃了1600點啦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件事情你要閃掉 這個都已經重複再重複啦 到這個地方正式解開 這是算最大的利多 這都算是給你印證的 10月30號在這裡 10月30號之後 我跟各位說 請你注意 其實10月19號 我已經提醒你說 開始上海股市開始動了 你可以上微博去看 我連微博都有寫 各位今天到現在為止 是不是就是靠上海股市一路拉起來 是不是就是上海股市連續收紅 救了現在目前的台灣股市 有還是沒有啊 哦 看起來有點味道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昨天上海也是收最高 所以第一件事情啊 你要先抓住 現在為什麼第一個 為什麼郭台銘現在人也是在大陸 在講這個所謂烏鎮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 中國大陸現在重新漲上來 在漲些什麼 什麼東西跟中國大陸的 連結性比較強 或者呢 它其實呢 已經把整個生產重點 放去中國大陸了 那麼這樣的個股 反而是有機會啦 還有呢 蘋果之後 誰會比較有機會 我先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你不要以為以前看不好的個股 現在都沒機會 今天呢 我認為大家都在試試看 它突然之間漲上 不是這個 5269按錯 來各位 它突然之間漲上來 它突然之間漲上來 都在證明說 蘋果之後啊 那個機會似乎是越來越明顯了 但是也是要跟各位提到一件事情 未來你看到蘋果 千萬記得一件事 台灣的供應鏈 不會因為蘋果兩個字來加分 這一點 我從過去幾集的節目到現在呢 請你務必無論如何一定要記住啊 所以請你記得喔 假如你手上還有很多蘋果概念股了 利用反彈 想辦法跟上來 我會告訴你應該怎麼做 有蘋果概念股的 想詢問我的 歡迎你想盡辦法來跟我們做聯繫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運達投顧好看 農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旋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貨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4G手機時代的結束 新的一波行情 甚至是5G 甚至是內需概念股 甚至是川普開始加持股市的 從新開始 你說老師啊 你說什麼 川普我聽了嗎 真的很討厭 我先告訴各位啊 如果啊 蘋果啊 沒有這樣子大跌啊 如果美國的科技股 沒有這樣大跌啊 我問你一件事啊 川普當然敢坐下來跟你拍桌子啊 我要跟你貿易談判啊 貿易談判最大的本錢是什麼 是自己的國家非常的強 然後經濟蒸蒸日上啊 我很直接的講一件事 以前台灣跟中國大陸在談的時候 因為中國大陸的經濟能力非常的強 所以台灣處於非常弱勢 就是這種概念 懂我意思了沒有啊 所以現在因為美國的經濟 是非常旺的一個情況之下 不管是蘋果也好 或是各位看到所謂 尖牙概念股什麼 亞馬遜啊 什麼臉書啊 跑出啊 那是非常強的情況之下 所以今年川普才有恃無恐的 跟中國大陸談判啊 那我問你一件事啊 假如蘋果這樣掉下去的時候 他們要不要見面啊 要不要和談啊 先不要管說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政治的問題 他們要不要和談啊 為什麼習近平李克強 準備在跟這個所謂川普見面之前 先跟美國副總統見面啊 還是全國關注的焦點啊 所以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這些難道不叫下台階嗎 所以我反過頭來跟各位講一件事情喔 以前你看到這個彭斯啊 以前你看到這個川普啊 他是會造成下跌的 接下來如果你看到這個名字啊 請你記得他會準備上漲 請你記得啊 也不是別人講的什麼什麼FED升息的問題 我看法永遠跟別人不一樣 我覺得看法只有跟別人不一樣 你才會賺錢 我要是一年前看法跟別人一樣 拿個iPhone出來 iPhone X喔你看 這裡還有劉海 跟我的劉海一樣帥 我告訴你我的會員朋友每個都 都陪談啊 同不同意啊 但是呢現在是跌了多少 跌了1600年以後啊 各位啊我老實跟你說一件事啊 有蘋果概念果的一定要來找我們啊 尤其是跟蘋果年的月景 你看到沒有 這裡呢2018年8月 去年8月有個缺口啊 那今年8月有個缺口啊 這裡看到沒有 2018年這裡也有個缺口 這兩個缺口一旦相對的時候 這是 表示說這裡是標準的導型反轉的頭耶 所以一定會這樣子下去之後 才看下一步咧 而且這既然是導型反轉的頭的話 我很直接的跟各位講 這是iPhone X嘛 iPhone XR的造成的情況嘛 那表示iPhone XR的銷售量一定是不好 那表示這個導型反轉出來之後啊 那4G的手機呢 基本上來說的話 大概也已經差不多啦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啊 蘋果今天大跌結果咧 結果誰在漲 誰在帶動我們漲 上海在帶動我們漲啊 帶動整個亞洲在漲啊 那答案就出來了 以前美國強 去年是美國很強 現在呢 蘋果這麼一跌 換中國大跌比較強 換美國不會給那麼那麼好的一個情況啊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昨天跟前天 為什麼給各位這樣的預告 等一下我們VCR重播給你看看 讓你肯定 因為我覺得啦 這個行情裡面啊 我說股王到現在為止 還差一個背離的訊號 它這個訊號不出來 甚至低一點沒辦法非常穩定的出來 那這個行情裡面 特別是蘋果概念股 你還是少碰為妙 包含今天拉起來喔 我想我今天先把結論跟你說 但是 昨天我有沒有給你打個預防針 甚至呢 跑來問我的朋友給你寫多少 2850 我現在敢跟你說啦 我說第一個低一點可能在2850附近啊 我昨天怎麼講的 我們請導播用VCR再跟各位來 用背離的方式跟各位來做證明 大力光我真的認為說 因為啊 各位來看一下 來這很容易嘛 大盤跌了這一段之後 又跌了一段 3008的大力光呢 請問一下它跌完這一段之後 有沒有跌出這樣的一個東西 有沒有跌出一個所謂的洞出來 所以勢必啊 就算蜻蜓點水啊 也要破這個小低一點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這幾天一直不敢跟你說大力光低點到 原因在這個地方啊 勢必呢 就算你是股王啊 人家大家都跌破了 你也要有一點點表示啊 但是表示 拉出下影線之後呢 股價就有機會動了 聽到了沒有啊 拉出下影線之後 股價有機會動了 但是我必須要這麼說一件事 各位注意啊 今天這個下影線後面收得太兇悍了 股價市場裡面有一件事情 凡是留三分力 留三分力它要繼續長的力量就很強 但是一下子就把它收到最高點呢 那我很直接說一件事 除非啦 明年 就算明天開高啦 我就直接告訴你 就算明天開高它還是會稍微有壓回 所以呢 原則上2875這個地方啊 請各位留意一下一下 這兩天還要再持續來做一個觀察 能夠再守住四天到五天的話 機會就出現了 我就直接這麼告訴你啊 那又肩回穩還要再賺 我就直接告訴你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現在的行情裡面 現在要分兩種賺錢 第一個呢 先抓住這個低點 這個低點大概賺不到啦 這裡跌666點 先抓住這個低點 先賺一個 先上來再說 知道沒有 先賺一波 先上來再說 第二個呢 請你想辦法跟上 這裡將會出現的低點之後 再賺一次 賺什麼股票 等一下我們再慢慢講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 前提還有一句話 前提是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避開這一段風險 對還是不對啊 我今天聽到很多講法很好笑耶 避開1600點風險之後 你要怎樣先空 空什麼 空環球金 空到什麼情況 空到連券都沒有了 我的天啊 空到連券都沒有了 所以券不會增加啊 而券沒有了你就只好撐在那邊啊 你說老師我有龍券 你有龍券一定是被嘎 一二三四 被嘎了快五十趴啊 所以我就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空的話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件事 你要抓清楚方向 真的是空他 真的是空他 我就直接告訴你了 真的是空他們 因為你看一下喔 來 2492的華興科 他還是有一個反彈的角度啊 2327的國距 他幾乎是等於說 就在這個低點附近 你怎麼空的話 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我不是告訴你說 你從325塊空到300塊 賺25塊錢 我一不小心說不定 我們就用一不小心 四個字形容 一不小心買到之後 哇反彈兩成 1000塊跌了1000塊 反彈兩成是200 所以我不會跟你在那邊研究說 這裡325塊能不能空到300 我覺得這個人生是沒有意義的 你說對還是不對啊 另外呢第二種叫做多空雙向 現在有很多人告訴你多空雙向 我真的很想講一件事情啊 你說老師 右肩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賺很多錢 沒有 我就直接告訴你 沒有 我這麼會做的 我做了25年啊 在右肩打底 平平還有利空 因為打底什麼意思 打底就是在消化利空嘛 他漲上去又跌下來 跌下來又漲上去 說賺很多錢 我告訴你一件事 真的是 但是不太可能啊 巧妇也有難為五米之吹的時候 光做一個多都不見得能賺錢啊 光做一個空都可能被軋了 還多空雙向 我告訴你一件事 這就是多空雙向 可曾做多 環球晶做空是不是 你老師如果有本事做多空雙向的話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他一定有辦法 帶你在這邊做多 然後一路空下來 這才叫做多空雙向 而不是跑到這個地方時候 跟你講我多空雙向 你老師如果真的有辦法多空雙向的話 去年呢 做多美股做空什麼 上海股市啊 那今年呢 做多上海股市做空美股 你看看他有沒有辦法 這都講講的你啊 做股票你一定要看到 誰在跟你講真話 誰在跟你講真話 我說啊 今年啊 我認為啊 跟矽晶圓有相關的 以前都只有漲環球晶 中美晶核晶 我覺得這次連那個太陽能都會上來 因為其實他們製程是一模一樣的 中國大陸叫做日出東方的 或叫做東方日升 中國大陸都喜歡叫做什麼東方啊 或是叫做太陽能都已經上漲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 還是很有機會跟著一起上來的 第二個呢 當所謂的事蹟時代結束的時候 來 時間來不及了 總之呢各位看一下 來 跟蘋果連的最緊 你看跌停板 跟蘋果連的第二緊 來打開了 一點跟蘋果都沒連上去的 這同樣叫生化加翻紅 看到沒有 所以這次你要看 離蘋果越遠的 說不定離開風暴中心越遠 蘋果已經變成往下沉淪的那種情況 所以有蘋果概念股呢 你一定要來問我 我會告訴你說 這個公司裡面它現在發生什麼狀況啊 對不對 像以前6153加聯益 我趕快去連蘋果 趕快去抱蘋果的大腿 糟糕了 抱到什麼 沒有抱到大腿啊 抱到溜滑梯啊 所以有蘋果的人 你一定要來找我 這是第一個 這現在右肩的狀況 右肩還是會強者強弱者弱 第二件事情呢 屬於5G概念股的 甚至呢VR概念股的 甚至呢 蘋果死對頭概念股 微軟超微的 我明天繼續講給你聽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們還是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請你呢 務必無論如何 站在對的位置呢 那麼風險來的時候 你可以減少 遇到風險的機會 而真正獲利來的時候 又可以增加獲利 這是我現在最重要 希望你跟我一起 共同完成的事情 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跟靜澤聯絡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